第三十二集 空城记 空城记的原文是 虚者虚之 仪中生仪 刚柔之际 其而复其 意思是说呀 空虚的地方要让它看起来更空虚 可疑的地方呢 要让它看起来更可疑 这就像《易经》中《解挂》里说的那样 刚与柔相互交汇 应该是没有什么灾难 奇妙之上更增奇妙 空城记呀 自从诸葛亮用过之后 将领们用此记的不乏其人 空城记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战 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之策 即在敌人大军将至 而我军兵力空虚 无力守城 危在旦夕的时候 才能使用空城记 所谓虚者虚之 利用自己的空虚 使敌人的主将产生怀疑 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借此为主力的到来 或者自己的撤退赢得时间 但是啊 空城记实际上是兵行险招的无奈之举 在运用这一计策之前 必须要做到知己知彼 对敌方主帅的性格 心里要有清晰的认识 只有对那种满腹智谋而又欲试多疑的人 才能使用空城记 倘若对方是有勇无谋 行事莽撞的人 那么这一计啊 便起不到什么作用 反而自己又成为阶下囚的危险 因此 运用空城记的关键之一 就是要熟知对方的性格 打心里战 其次 就是如何做到虚者虚知 是虚 又不能把自己空虚的真相暴露出来 而是用一种夸大了的 让敌人以为 不太可能的空虚来迷惑敌人 这就是虚者虚知的含义 我们知道空城记 多是因为诸葛亮用此记制退司马懿 保住了西城 其实啊 历史上最早使用空城记的 并非诸葛亮 早在春秋时期 就有人使用过 春秋时期 楚国的另颖公子元 在哥哥楚文王死后 一心想着要占有漂亮的嫂子文夫人 她用尽各种方法去讨好文夫人 但文夫人性情十分刚烈 丝毫不为所动 公子元心想啊 要想打动文夫人 就一定要有一番成就 于是便想建功立业 以此讨得文夫人的欢心 公元前666年 公子元亲自带领着600乘兵车 浩浩荡荡的前去攻打郑国 楚国大军视如破竹 一连攻下了郑国的几座城池 不久便逼近了郑国的国都 郑国国内兵力空虚 只有少量的部队 根本无法抵御储君 面对声势浩大的储君 郑国国内的文武大臣意见不一 有的主张求和 有的主张决战 有的主张固守 这个时候 上卿书瞻说道 请和与决战都非上策 固守待员倒是可以考虑 我们与齐国是盟国 可以立即派人 将楚国进攻郑国的消息 告诉齐国 请他们发兵救援 储君主帅公子元求胜心切 但他又是一个很害怕失败的人 所以 我们应该设下空城计 可以让他不敢立即攻城 在这个时候 郑国国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好冒险一试 舒瞻命令士兵在城内 全部埋伏起来 不得走动和暴露自己 他下令国都内的店铺 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 让百姓在街上走来走去 不准露出慌张的神色 然后打开城门 放下吊桥 等待公子元的到来 公子元率领储君赶到之后 见了这般景象 十分的纳闷 哎 兵临城下了 郑国却不关闭城门 准备抵抗 反而还这样轻松 莫非其中有诈 想到这里啊 公子元便担心 一旦失败 更会让文夫人看不起自己 于是为了防患未然 公子元下令部队后撤 以观察郑国的动向 这个时候 齐国联合鲁国宋国 一同前来救援郑国 公子元一看敌人的救兵到来 自己肯定抵挡不住三国联军和郑国的夹击亚 只好撤军 这便是我国历史上 记载的最早的空城记 那诸葛亮俯勤退卫兵 是一个更加家喻户晓的空城记 而实际上 在历史上 诸葛亮与司马懿 并没有唱过这一出空城记 是三国演义的作者 罗冠中 为了增加作品的戏剧性 而加上的 在三国演义里面 叙述道 司马懿率领着15万大军前来进攻蜀国 诸葛亮命令马肃王平前去镇守接亭 结果马肃在山上扎营 被魏军打败 接亭失守 这样 司马懿大军便长驱直入 禁逼诸葛亮所在的西城 这个时候 众将士都被诸葛亮派出去了 西城中兵力空虚 根本无法抵抗魏军 于是 诸葛亮一面命人前去赵 赵云将军率军回援 一面命令城内的士兵 掩齐西谷 打开城门 命几个老兵在城里打扫街道 自己与两名童子在城楼上抚琴 等候司马懿的到来 司马懿大军杀到 只见西城的城门大开 几个老兵在打扫街道 诸葛亮啊 在城楼上端坐抚琴 一时间不明就里 这时候 司马懿的儿子 司马师 司马昭 请求攻城 司马懿说道 你们知道什么呀 诸葛亮诡计多端 他用兵速来谨慎 不曾弄险 如今大开城门 必定有诈 城内啊 定有埋伏 传我将令 速速撤军 刚撤出不久 赵云领兵杀到 司马懿心想 哎呀 幸亏没有进城啊 诸葛亮果然有伏兵啊 交战一番之后 继续撤退 后来 司马懿的探子回报 西城啊 确实是空城 并无多少兵马 司马懿悔恨不已 同时 也暗暗佩服 诸葛亮的高明 就这样 诸葛亮巧失空城计 化险为宜 虽然诸葛亮的空城计 是罗冠中编写的 但在西汉时期 还真有一个真实的空城计 在西汉呢 汉朝经常收到 北方匈奴军队的袭扰 为了抵御匈奴 汉警帝派将军李广 任上军太守 训练军队 防备匈奴的袭击 又派了自己宠幸的 一个宦官 前去做监军 结果 这名宦官带着几十名士兵 外出打猎 就遇到了 匈奴的三名射雕手 这三人呢 竟然将汉军几十人 全部射杀 又射伤了宦官 宦官拼死逃回了城内 将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李广 李广大怒 亲率百余名骑兵追击 匈奴射雕手没有马匹 所以李广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李广亲自射死了两名 活捉一名 正准备回营的时候 突然有数千名匈奴骑兵赶了过来 这时 匈奴骑兵也发现了李广他们 但见只有区区百余人 便以为啊 这是汉军诱敌的前锋部队 所以没有贸然进攻 只是摆开阵势 观察李广他们的动静 李广见了这种情况 对属下们说道 我们只有百余人 而匈奴有数千名骑兵 如今他们之所以摆开阵势 而不进攻我们 定是以为我们是诱敌之兵 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走 他们定然追赶 那么呀 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后退 反而应当继续向前 说完便命令士兵推进到 距离匈奴骑兵 只有二里多地的地方 李广接着说道 全体下马 解下马 士兵纳闷问道 将军哪 如果匈奴进攻 我们解下了马鞍 会来不及应战呢 李广说道 他们以为我们会离开 如今我们解下马鞍 他们就更加相信 我们是诱敌之兵了 果然 《东城记》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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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不要火